今天是第四次上課 第三次上課的內容 基本上就是利用ChargeP 幫我們產生一個VBA的Function程式 OK 特別注意喔 以往如果你要自己寫VBA的Function程式 那真的是非常困難 它的結構基本上一定第一個 你要先開啟Sale 然後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然後在Visual Basic 記得一定要先插入模組 反正不管以後你寫VBA你就不用記太多 反正你就寫在模組裡面就好了 那除非有特殊案例 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可以寫在別的地方上面 那是有其他案例 如果一般的通例請各位記得 你就把它寫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OK 那基本上VBA有兩種形式 一種叫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實際上使用的方式 跟你的那個函數的使用方法幾乎一模一樣 差異就是說這個是你自己寫出來的 所以VBA主要 第一個當然可以幫你解決 可能內部的函數 無法做到的一些相關問題 或者內建的函數 即便可以做到 但是那個公式非常冗長 你會辦法 要打一大堆東西 才能辦法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不如你就是自己建立一個簡單的Function 你又插入好像我們上禮拜是手機函數吧 手機函數找到 然後就給1、2、3 結果就OK了 這個我想應該非常簡單 而且將來你這個Function也可以分享給別人用 比如說我們這個部門 所有人都會用到 那你又給別人 別人也可以很快把問題解決 那除此之外的話呢 我們第二個就是產生VBA的SAB 那SAB的使用方式跟Function最大的差別 其實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想像成 以後如果類似像按鈕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做這些 我不要像Function這麼囉嗦 還要問我三個問題有沒有 什麼什麼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填完之後它才給你結果 而且結果還會只會叫Return 它會返還到某一個儲存格上面 那你還要向下填滿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要這麼囉嗦 你就直接寫SAB 那SAB將來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把它變成按鈕 所以我們好像寫了兩個按鈕吧 一個按鈕就是手機 按下去手機全部幫你完成 不會問你 但是你必須要給它足夠的 比如說像TrustPT你要叫它寫對不對 你一定要給它足夠的訊息 它才有辦法幫你把它寫出來 另外寫個清楚 OK 那今天的話呢 最後記得喔 如果存檔的話記得不要存錯檔 一定要記得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這個選項不要做錯了 然後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請各位幫我再開啟那個 就是練習檔 範益裡面的一樣第一個單元 那在第一個單元裡面的話呢 請你找到有一個 叫做151 擷取瓜糊中自創 其實它的名稱就很清楚了 意思就是說這一道題喔 其實就是希望你想辦法 所以打開之後的話 把A欄裡面有瓜糊的資料 擷取到B欄 OK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先關掉耶 OK 然後我關掉應該還在吧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快速的把 有瓜糊的資料放到B欄 那因為為了讓各位有一個提示 所以我預先已經把公司先放上去了 那基本上會用到三個函數 分別是Find、Mid跟IfL OK 那當然你如果有別的方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喔 不過理論上應該想到的方法 應該就是用這三個函數 那首先請各位先做一件事喔 先把B2到B10的資料先delete掉 OK 好了 反正清空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請大家喔 第一個啦 用公式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先做一個公式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把那個公式 變成一個function VBA的方形成 第三個呢 再把它變成VBA的sup程式 所以等於有點像複習上個禮拜的那個課程喔 然後呢 把它換一個範例試試看 那未來我們就會有這種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的課程內容會越來越增加一點點難度 然後呢 會把之前所講過的東西在下一個練習題也會用到 只是說難度會稍微再提高一點點 所以各位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每次上課 你一定要前面要學會喔 不然你後面應該會問他 問題會越來越多 那以這一題來說喔 那你要怎麼辦 如果假設你不會這三個函數 像Find Me的if L的話 哇 那你應該會這個噩夢 為什麼 因為你以前怎麼做 難道你 你總不可能說你點兩下 然後把瓜糊裡面的資料選起來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再Ctrl V OK 那當然啦 前提是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做 你也只能這樣做 可是問題這樣實在是很沒有效率 而且這個資料量如果非常龐大 因為這只有九個啦 可是如果這邊有九百九千 甚至九萬九十萬的話 我想你應該不會想要用這樣的方式 把問題解決 所以該怎麼辦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推一下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想到那個 Excel裡面喔 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主要還是利用那個MID函數啦 當然這個裡面最重要的函數其實就是 我們之前也教過了 你在插入文字類裡面 函數裡面有個MID 那為什麼MID呢 因為瓜糊裡面的資料 一定在這個字串當中間喔 所以不是LAP著也不是RIGHT著 除非它剛好在左邊 它不是 它在中間 所以理論上會用MID 但是MID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跟你要三個訊息 第一個 你資料在哪裡 第二個 你從哪個字開始去 那理論上我們用眼睛看嘛 一二三應該第四嘛 OK 你就輸入四 那你會要幾個 一二三四五 第五個 OK 四跟五這個訊息 如果你給正確的數量的話 它按確定應該就對了 可是問題來了喔 你現在向下填滿會正確嗎 當然不會正確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瓜糊 第一個位置不一定是在第四個字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不一定是五個字 除非說你將來 數量是固定的話 那就OK 可是數量不固定的情況下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兩個訊息的答案呢 OK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就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FINE FINE的話 顧名實際碼尋找 那尋找什麼呢 你就尋找前瓜糊的位置比較好的 比如前瓜糊的位置我知道 那一二三 它給我三對不對 那我就把三加一 那我不就知道說 它是從第四個開始了 OK 那另外的話呢 再來有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呢 有沒有 五個字 我怎麼知道五個字 大家眼睛看是可以算出來 不過加來字數多一點 你可能要算很久 那會實現 所以呢 我怎麼知道五個字 其實有個方法 我可以尋找前瓜糊位置 也可以尋找後瓜糊位置 那後瓜糊位置 算一算剛好第九個字 它這個第三個字 所以把九減掉三 欸 那奇怪 三 等六 對不對 可是你說老師我只要五個怎麼辦 那為什麼是六 其實因為我後瓜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減掉前瓜糊的下一個字 所以少減一個 有沒有 應該是減四 而不是減三 所以會少 所以最後你把 最後再減一不就好了 就會得到五 OK 所以再把剛剛講的那兩個訊息填入到這邊的話 那不就可以把瓜糊裡面的資料 通通都計算出來了嗎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在密的之前 先把這個先取消 delete掉好了 OK 那我們先第一個 先插入函數用phine好了 那phine函數的話呢 它一樣是在哪裡呢 文字的裡面 所以你找到文字裡面有phine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三個訊息 那你第一個啦 給它什麼 給它你要找的 那請注意喔 你插入函數請你從A3隔壁B3喔 為什麼 那你說不是B2喔 因為B2裡面沒有瓜糊 沒有瓜糊你早一定是失敗了 OK 所以記得請你要練習的話 請你從B3開始 OK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欸 phine test phine test 就是請問一下 你要找什麼 什麼關鍵字 OK 那當然 我們這邊應該是找千瓜 所以你這邊找 打個千瓜糊就可以了 那理論上前後要加雙以後 因為它是一個字喔 所以呢 不過啦 phine這個函數喔 它是蠻貼心的 它會自己幫你加 所以你不加也沒關係 有沒有 前後有加雙以後 第二個 within的話呢 就是說 你那個 你要去哪邊找 應該這個是找什麼 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一下 就是A3嘛 那第三個問題是 那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那理論上是1啦 可是如果你沒有輸入1的話 它就是1 OK 那除非說你輸入別的數字 比如說你從4開始找的話 你會發現4 結果沒有啦 因為第4個字後面就沒有千瓜糊 所以這個把它保持空白就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結果是多少 3嘛 有沒有 所以這個3的訊息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這一個公式 直接再放到MID裡面去就OK了 有沒有 那 你說喔 如果我要找後瓜糊怎麼辦 很簡單嘛 這公式裡面呢 你只要把這個前瓜糊的符號 改成後瓜糊 不就找後瓜糊的部分了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有沒有 不包含等號喔 OK 然後呢 再把它放到第二個公式MID裡面 所以這邊找到剛剛那個MID 有沒有 剛剛MID一樣嘛 第一個 要切割的字在哪 A3 OK 所以第一個是A3 第二個的話呢 要從哪個字幫你去取得資料呢 那你就是把剛剛公式貼上 記得喔 貼上前面不能有等號 等號就錯了 OK 那後面記得要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要從 流云錢瓜糊的下一個字 有沒有 再加1 前瓜糊就包含了 OK 第三個問題的話呢 那要幾個字 剛剛有沒有 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把它貼上之後 記得喔 把這個前瓜糊 delete掉 改成後瓜糊 有沒有發現9 再把它剪掉 所以再貼一次 貼第二次 它就6 6個字不對 所以再-1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結果對不對 結果對耶 有沒有OK 所以這樣的結果應該就滿 可以把瓜糊裡面的資料 不需要土法煉綱就可以取出來了 這個還滿好用的 因為以後你們可能要做一些 統計分析的報表 理論上都 那個資料不見得就是剛剛好就是在那個地方給你要的啦 通常有可能是你要的資料是在某一欄裡面的某些資料的裡面 你要把那個不確定位置的資料取出來 那你就可以類似用同樣的方式 先用fine 再用mid OK 應該可以懂 所以我們第一個step 先前瓜糊 剪下來之後貼一次 貼兩次 貼三次 那其中第二次把它改成後瓜糊 這樣子OK了 應該不會難啦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屆冠軍你把它向下填滿 OK 你會發現喔 只要有瓜糊的地方喔 基本上都正確 但是只要沒有瓜糊的地方喔 它都會產生一個錯誤訊息 所謂的錯誤訊息 就是緊開頭的都是錯誤訊息 e-sail裡面你知道 看到緊字號開頭的 就是所謂錯誤訊息 那錯誤訊息的內容是怎麼 他會跟你講 後面加一個value value的資料 那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只要用phi這個函數有沒有 那如果假設你要他尋找的資料不存 不存在 比如說你要找錢瓜糊 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他就會跳這個錯誤訊息告訴你 那這個錯誤訊息也蠻好理解的 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要叫我幫你去找錢瓜糊嗎 可是為什麼你的資料裡面 並沒有錢瓜糊呢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錯誤訊息 如果將來我希望 不要讓它顯示在這邊 因為這樣看起來有點干擾 那以往的人怎麼做 以往的人就按delete 所以你這邊假設你 可是問題很多 你不可能慢慢按 所以將來如果你假設 不想要按delete 而能夠把它去掉的話 最後呢 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 叫做ifl 那個if的話就如果 l的話就是錯誤 也就是如果 它這個公式的結果 有錯誤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消掉的意思 所以要怎麼敘述啊 所以第三個 用第三個函數解決 這個時候呢 就不是放在b3 而是直接放b2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反正最後是要整個做啦 所以不是說只有針對 有刮虎或沒刮虎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 然後把b2裡面的公式 再減下來 ok 所以剛剛fine 記得一樣不要包含等號 做什麼呢 再插入第三個函數 它不在文字 它在邏輯裡面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你可以看到第四個 就if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那請問一下 你要判斷那個公式在哪裡 你就把公式貼上 你幫我檢查一下 這個公式裡面呢 有沒有發生錯誤 ok 那它只會幫你 這個修改一種狀況 就是如果是錯誤的話 才會幫你做修正 那可是你說老師 如果沒錯的話怎麼辦 沒錯就保持原來的狀態 所以呢 主要這個value if where的話 就是如果你將來出現請value的話 那請問一下你要做什麼處理 我要把它清除掉 特別清除的話怎麼敘述 還記得吧 清除就兩個雙以後 就是清除的意思 意思是說 幫我delete的掉啦 可是以前的話 你要delete的 你變成你要自己手動delete很多次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只需要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再跟它講說 如果它這個是錯誤的話 幫我直接刪除 按確定就ok 你會不然這個不見的話 向下填滿 它也會自動幫你清除 ok 或者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如果假設不要直接刪除 我希望讓它顯示說 什麼無瓜糊 比如說你可能要讓它更明確的知道的話 那你這邊可以嗎 改一個叫無瓜糊 這樣也可以啦 如果啦 我是假設 無瓜糊 那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它會跳無瓜糊 不過我覺得好像這樣子 好像沒有比較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這個先試試看 如果恢復的話 如果你要恢復一樣 把公式 這個我覺得沒有很好 我大概示意一下 讓大家知道一下 把它delete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第一個公式了 就是這一串 那結果的話呢 其實就跟之前 原來的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們可能先把它delete掉 那分別先fine 再mid再file看看 ok 試一下